哎呦我們那次演的一關二組之快樂鬧成一團 台上鬧成一團台下鬧成一團 每個觀眾都很高興的回去 那這個區分我覺得跟那個有點像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演的時候也把它鬧成一團 然後讓每個人都帶著歡樂帶著笑容回家去 這是我們的目的 謝謝長老爸 那美運 德美運其實從05年如同時後開始就一直跟表演合作 包括06年按鈴桃花園 07年的入地水星 08年寶島一演 10年到現在 這一個角色 這一個戲裡面的角色跟你之前演過有什麼不一樣的 這齣戲其實讓我滿興奮的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演一個完整的喜劇 之前什麼都不完整 就是之前不是 之前的戲就是一些證據 對他不是像這次是一個完整的喜劇 所以我還滿期待在表演上面可以有一些突破 然後讓我覺得挺有意思的是我們還會把背景拉到70年代 那我還覺得這個角色很多挑戰 它有兩層扮演 對 首先我要先準備我這個千金小姐的攝影 然後在裡面呢我要扮成就是Ella的巫人 所以我覺得這兩層扮演 其實還滿有挑戰千元的 應該會很好啊 謝謝美玉 徐哥呢 徐哥有合作很久了嗎 對對對 當然 那這一次 你覺得什麼跟你之前也包到老趙啊 這一次的角色就是剛才導演也介紹了 就是我是百光耀的仆人司機 然後也是他的竹子 那其實這個角色跟我以往接演的角色 其實有一點雷同的地方 都是比較草根的 然後比較就是中下階層的一些 底層的一些這樣的個性的人 那唯一不同的是 因為角色的挫折 然後我變成了公子 然後要去來認識這個這家的這個千金 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是滿有意思的 這也是吸引我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 這個人呢 一直到碰到了這個 Ella Ella也是這樣措置 她也是從這個 呃 女僕變成這個小姐這樣 變成千金 然後遇到Ella之後呢 她可能這個角色開始思考 就是說 她是不是也有可能得到自己的快樂跟幸福啊 因為她之前一直都是 一輩子她可能都是 為了這個服侍 這個這個 她的主人 現在開始為自己想一想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這個 特別吸引我的地方 對 對